你好我是佳妮 今天的主題是公路隊寂寞戰力分析 三劍客成心總教練期末考嗎?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1 5月9號 公路隊稱中的字母哥是聯盟過去兩個賽季的年度MVP 實際上過去兩個賽季公路在另一賽的戰績 也都是聯盟的第一名 前兩個賽季公路隊在另一賽有多強勢呢? 上個賽季正負分為正10.1分 上上個賽季也就是拿下60勝的賽季 正負分為正8.8分 但即便是如此 公路隊連續兩個賽季都站不上總冠軍賽的舞台 上個賽季更是在第二輪就敗給樂禍隊 連續兩個賽季的失敗也讓球迷意識到 原來季後賽強度跟另一賽完全不同 這一點是什麼意思呢? 上個賽季字母哥在另一賽場均數據是29加13加5 頭來命中率為5乘5 季後賽第一輪隊魔術 場均數據為30加16加6 頭來命中率為5乘9 不過上個賽季魔術隊在另一賽的戰績只有33勝40敗 而公路隊是56勝 所以雙方實力有很大的落差 這裡要注意的是第二輪面對樂禍隊 也就是公路隊拿下60勝的賽季 東區冠軍賽對手是暴龍隊 暴龍的防守守到 智姆哥場均數值得22分 另外頭來命中率不到4乘5 實際上我們在過去就曾經提過 智姆哥應該要學低位的技巧 因為以他的身高跟爆發力 在低位持久會帶給對手很大的壓力 很開心的是本季 智姆哥在進攻段上有了更多的手段 其中包括低位、北框、中距離甚至是三分球等等 雖然在低位的把握性還不如過去的KG、 Tim Duncan、Den Lovsky等名將 但目前看起來不管是智姆哥 或者是球團跟教練等等 在經過兩個賽季的失敗之後 一定也懂如果只打體能球 要在季後賽中走的遠是有難度的 我們來看一下本季智姆哥在各個位置的出手占比 其中3-10尺的出手占比接近2成 投籃命中率為3x89 另外10-16尺跟16尺到3分線的出手占比 雖然比前兩個賽季高 但投籃命中率都不到3x7 至於3分球出手占比為2成 3分球的命中率只有3成左右 所以中距離跟外界是為了要加強的地方 這裡我們拿尼克隊的Juris Randall當例子 球迷就會知道雙方的差別 他今年是非常有機會拿下最佳進步獎的球員 本季場均數據為24加10加5 Juris Randall過去是以第一位為主的球員 可是本季他在10-16尺 16尺到3分線以及3分線外的出手占比 都比前幾個賽季高 更重要的是投籃命中率至少都有4成以上的水準 所以 Randall的例子告訴我們 未來智姆哥如果在低位跟中距離的把握性更高 他的破壞力將會更大 以上這些冷冰冰的數據告訴我們 本季智姆哥在進攻端上有進步 但並沒有這麼穩定 即便在近期對上藍網隊的二連戰中 他分別攻下49跟36分 但藍網全隊的防守不如上格賽季的熱火隊 或上上格賽季的暴龍隊 這一點是事實 更簡單的說 智姆哥在季後賽能不能維持一定的投籃命中率 這將會直接影響球隊能走多遠 接著咱們聊Chris Middleton 在上個賽季成功轉型成空球前鋒之後 這也分擔了智姆哥相當多的工作 實際上Chris Middleton有點像缺人隊的Tobiasi Harris 也就是聊到這支球隊的時候 常常容易被球迷忽略 又或者我們該說被低估 但Chris Middleton 除了場軍可以貢獻20分的火力之外 在場上打3號位的他 也常常要面對聯盟中優秀的側翼球員 比方說JettonTayton 可愛Jimmy Butler等球員 反過來說 進攻的時候 他也要面對以上這些優秀的球員 可是Chris Middleton這兩個賽季的 投籃命中率都超過4成5 另外3名球員命中率也都超過4成 實際上上個賽季他差一點點就可以完成50加40加90 也就是進入180俱樂部 所以當我們聊到公路隊的時候 球迷千萬不能忘了Chris Middleton 接著來聊假日哥就是Holiday 我個人認為今年公路隊在季候賽中能走多遠 他絕對會是關鍵的球員 球迷要知道的是目前公路正中 有3名球員場均助攻速超過5次 分別是志姆哥Chris Middleton再加上Holiday Holiday一直以來都是雙能位 可以得分也可以傳球 更重要的是他入選過年度防守一隊的肯定 雖然Blessio過去也入選過防守一隊 但Blessio的問題出在進攻端上他並不穩定 本季Holiday打出生涯代表年 不管是投籃命中率還是3分球的命中率都是生涯性高 其中投籃命中率更是超過5成 目前他也是球隊中的超球王 場均1.7超球 這裡要注意的是Holiday的身高雖然只有6尺3 可是他是一名可以從1號位守到3號位的球員 這一點跟綠三軍的聰明哥很像 也因為Holiday的加入 再加上球隊已經跟他完成續約了 所以公路隊三劍克正式成型 有意思的是這3名球員都可以打2個位置 這代表的意思是公路在場上陣容的變化性將會更大 本季先發中鋒還是Lopez 他的部分還是以3分球跟護匡為主 但這裡要注意的是身高6尺10的Bobby Portis 他目前場均可以攻陷11分 更重要的是3分球的命中率為4成7 我們甚至可以說本季他就是公路隊正宗的最佳第6人 因為有他跟Lopez這兩名球員 所以公路在場上不但能保持高度 而且也能確保場上空間拉得開 因為這兩名球員都有外線能力 這樣的情況下 不管是Holiday要進行切入 還是字母哥要佔低位 對手當然就不敢做太多協防的動作 而且目前球隊中還有老教王PJ Tucker 他也是一名有外線能力的3D球員 更重要的是他在公路隊不需要一直扛5號位 因為這支球隊是有長忍的 所以公路前場的戰力我自己的看法相當整齊 後場的部分 先發釋放Deficential這位年輕球員 實際上本季也是他的生涯代表年 其中得分助攻跟3分球的命中率都是生涯新高 當然這裡要注意的是從馬刺轉戰公路隊的Folbus 不但場均可以攻下10分 更重要的是3分球的命中率為4成4 而且他有無球能力很優秀 所以場上會有更多的小組配合 這跟一般的定點射手有很大的不同 比方說熱火隊的Duncan Robinson就是這樣類型的球員 本季攻入陣中有7名球員得分上雙 除了先發5人之外 一位是前場的Bobby Portis 一位就是後場的Folbus 看到這裡我相信球迷應該會對本季的公路隊有很高的期待 因為這支球隊的戰力相當平均 不管是先發還是替補 前場還是後場都是如此 球迷別忘了 這支球隊中還有一位參加冠籃大賽的Pet Connaughton 他是一名打球很拼的球員 身高有6.5 本季三名球員命中率也有3成8 另外球隊也簽下了Jeff Teague這位老將來增加1號位的戰力 上一次我們聊過TLN的陣容相當整齊 實際上公路的陣容也是如此 這支球隊目前有三名球員入選過年度防守前2隊的肯定 分別是Lopez跟芝姆哥以及Holiday 老將的Pet Connaughton雖然沒有入選過防守前2隊 但沒有人會否定他的防守能力 所以即便目前的公路隊在第1賽還是打比較快的球風 本季聯盟場軍出手次數為88.3 不過公路隊是91.7 出手次數僅次於灰熊隊 這樣的情況下也讓對手的出手次數來到92.6 這是聯盟最高的數字 簡單來說公路失分會高是因為場上的節奏打得很快 可是到了季後賽 當防守強度拉高之後 要的是穩定性 那麼這個時候也許場上的節奏可以試著慢一點 因為本季的公路隊在Holiday加入之後 其實是有本錢打慢一點的 畢竟場上有三名會傳球的球員 不過這個就要看總教練Mai Budenhozer的想法了 聊到總教練Mai Budenhozer 這個賽季如果季球賽再走不遠 也許換總教練是一個選項 因為新教練會帶來新思維 最後來看一下新資表 下個賽季在沒有任何教育的情況下 團隊新資為1.43億 其中Babi Portis的合約是全員選項 他的部分是一定要留的 否則以他本季的表現 其他球隊一定會搶 另外PGA Tuck的合約到了 公路隊如果可以留下真名老將 對球隊來說當然是好消息 可是合約要給多少這也許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次球隊在跟Holiday續約之後 其實團隊的新資已經爆炸了 不過好消息是下個賽季先發陣容不會變 除非球團做出交易 整個來看公路今年在Holiday加入之後 季肉賽時場上將會多一顆引擎在運轉 這當然可以減少智姆哥以及Chris Milton的壓力 可是能不能走得遠的關鍵還是在智姆哥身上 簡單的說他低位跟中距離的投籃命中率 必須要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以上 這樣才可以讓自己跟隊友有更多進攻的機會 至於智姆哥本季的進步 能不能通過季肉賽無情的考驗呢 就讓哲美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件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記得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給個事實的鼓勵 更重要的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再次見 拜拜唷 觀看